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这个世界上 最后一个和我童话的人 我已经输了 输得一看二看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你的生活 将在痛苦和自责中中而复始 把这个世界所有的幸福都与你无关 这就是说 夜晚是理性的退潮 本我苏醒的时刻 无论你是为夜间坠落的一刻流星而难过 还是伤感于月光倾泻的苍白色 在今夜 让明日曲折的日光 透过电波 反射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用直觉 去感受温暖 而涌动的旋律 与虚无对视 倾听 所有沉默的歌声 也许你会发现 那个最真实的自我 以及这个世界 最隐私的真相 今夜 有你 有我 好了朋友们 就让今天的节目 在音乐声中结束吧 我是关天子 这里是日光清晨 感谢朋友们 一路对我的支持和陪伴 朋友 祝你晚安 再见 我会把妈记住你的脸 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 不回头 不回头地走下去 先自 我们大家 都很舍不得你走 不过呢 我们理解 你是为了追随爱情而离开的 祝你幸福 谢谢 谢谢大家 天子 台里面 真的舍不得你这个 王牌主播 太照 我和我男朋友买了后天去上海的机票 其实 我也特别舍不得大家 理解 理解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是那个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家婚呢 是吧 谢谢太照 天子 天子 无论到什么时候 台里面 始终保持 欢迎你回来 尝回家看看 啊 我以后 一定会尝回家 我提议 我们大家一块合影吧 我提议 看清楚啊 好 一二三 鞋子 真可惜曼迪今天不在 也不知道她出差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 如果你能晚点儿走的话 咱们台里的人就都齐了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样 你要天天浇水 到时候就知道了 离别礼物 走啦 潘佳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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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那个心不在焉的劲儿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 帮我推荐一个 好像还真有一个 谁啊 戴曼迪 那你跟我说说 这个美国来的ABC 咋就那么合适啊 我想想啊 对了 她很时尚 你就是戴曼迪 潘佳佑 尊实在相 啊 幸会 她的普通话很好 妈 我最近认识一哈尔滨姐们 人老好了 叫我说贼正宗的北京话 你的中国话说得也不错嘛 嗯 过奖过奖过奖 哦对了 她学过心理学 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真是狠狠 我没法用 我可以用自己的 试试 我必须再采试 天啊 我记得有一点问题 肠子挂出体外 是塞回去 还是用完扣住 我应该扣住了吗 不行 这美国人的思维方式 跟咱们不一样 我知道 我想想啊 我想想看 哎 有了 台长 你想啊 一个 美国的电台主持 放弃了优厚的资本主义待遇 不远万里呢 来到咱们栏目组实习 为了什么呀 为了呀 就是要在广播事业中啊 贡献自己的利率 作为 地主的我们呢 从国际关系的长远发展来看 我们要给他这自己的利率 他爱主义多重 妈 你可以想想 有了 有了 人在电台主义 对我的生活 我怎么看 我怎么能够失去 你怎么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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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那里孕育了我 我在那里孕育了你 我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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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在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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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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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迪 你别再说英文了 成不成 入乡随俗嘛 你自己把自己当外人了 叫别人怎么办 好 我要试 我要回美国 这么看来 淡淡你很难胜任这个职务啊 这样吧 我去问我老亮 看他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爸 您就给我们这次机会吧 我可以让你们试一试 但出了问题 我饶不了你 谢谢爸 哦 谢谢台长 懂得来迷道 爸 您是中国人 我儿媳妇还没准 还是个美国人 我 男朋友 我怎么会需要那玩意儿 你也老大不晓得了 要有合适的 也该找一个了 哎呀妈 你都快二十四年没有男人了 而我才二十三年而已 所以呀 你应该比我更需要 你懂什么呀 我是因为太需要才不需要 哎呀 听不懂 去看看你爸爸 哎呀 郁闷郁闷郁闷 好了好了不说了 这惹我生气 晚安 晚安 喂 喂 什么 啊 我要搬出播了 呃 喂 呃 呃 马上到 文迪啊 这次台里边 能把这么重要的节目交给你 是对你的信任 也是对你的肯定 你可要好好表现呢 啊 其实啊 台里边呢 也希望你能够把 国外的一些个先进理念带起来 但是毕竟中国和美国啊 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所以呢 这一不能像以前那样啊 把这个英语和汉语两个声道混起来说 啊 好 啊 我知道了 嗯 很好 这切儿呢 就是不得乱说话 啊 我知道 你们这些西方长大的孩子 思维比较开放 啊 当然了 我也没说什么不好 不过呢 作为我们广播 是传媒的一种手段 啊 讲话一定要谨慎 到时候 我会分秒不差地监督你们 啊 不过 你们也不要紧张 干嘛要监视我 你还在考核期啊 我不要任何人干预我的节目 这我也没办法 大家对你还是有信心的 特别是小潘 亏你想得出来 哎呀 拜托了 你知道吗 在美国有一句谚语 什么呀 每一个成功的DJ废后 都有一个完全服从的导播 我服了你 这次你能上这个节目啊 除了领导对你的信任 很大程度上 是源于小潘对你的利剑 啊 所以啊 今后你和小潘 要多多沟通 要多多 哎 人哪 好 喂 嗯 怎么了 失恋了 压根就没练过 哪来的失不失啊 我说潘家勇 你欺负我的本事都哪去了 可是人家有男朋友 好 表达爱是没有错的 或许没有结果 但至少对得起自己 够 去找他 告诉他你的感觉 够要做得不够好怎么办 没关系 我认识的男人都不够好 快走 对了 这间办公室啊 是你的了 真的 好好准备今晚的节目 看好你哦 回中国的第一天 我就准备好了 来 哎哟 哎哟 你错小 我刚刚哭了你错小了 哎哟 耶 哈哈 我好嘞 哎哟 姐姐我觉得 我真的不知道吃什么 不知道 再导到同学 一起吃 要不得有其他的创意了 帮我去尽家里 好 你好 我们再去吃饭 好啊 好啊 怎么了 一脸都不高兴 决赛输了 他拒绝你了 没 轮回看客了 那你一下我都干吗去了 我去了 我刚要敲门 就看见他和他对象出来了 你说 我能怎么办 怎么办 好呗 作为恋爱失败的典型 你实在是太成功了 听着 夏佑哥 你必须做个勇士 敢于正视漂亮的美眉敢于面对惨淡的单身 没事儿 你打电话进节目啊 我肯定帮你去好 潘佳佑 你给我打起精神来 一晚上就要跟最棒的DJ合作了 你一点都不兴奋 我很兴奋啊 把你那个破球拿出来 来 跟着我坐 我誓言尽忠于 我誓言尽忠于 戴曼迪 戴曼迪 并会完全服从他对以后 每一期节目 每一个时段 每一句话的指挥 并会完全服从于 对每一个时段 每 好好的 我的地盘 你是地主 行了吧 阿门 来吧 男人 欢迎来到节目 好好的 您好 可以 好 我好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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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喂 老汪 烧发室里是不是有我办公室的钥匙 什么 被小潘拿走了 很难开口是吧 我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也一样 有很多话想对我说 想对她说 想对自己说 但是呢却找不着开场白 对吧 不要紧 现在我想告诉你的是 开场白完全不重要 就和前夕一样 重要的是做 不要害怕 不要犹豫 拿起电话 拨打 8204 4725 8204 4726 我将和你一起去发现那个最真实的你 以及关于这个世界最隐私的真相 我是曼迪 你的暗夜精灵 你知道吗 幸福并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而是你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 动用这么大的武力去对付一个小女子的 莫非自掏腰包捐款还犯了罪 您觉得您的车每周被现行一次不方便了是吧 那换成您每天坐在电视上以低于十五脉的速度在三环上爬起 您就知道什么是大麻烦 不 离想老公的条件是 一 带的出去 二 带的回来 好好好 你可以不喜欢我的主持风格 那你去听交通台啊 那里有知心大姐 而这里只有知心小姐 过眼 好 时间不早了 让我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喂 你好 好 你是在犹豫接着跟我通话 或者挂断电话从楼顶跳下去 再或者边通话边跳下去 你怎么知道 你的心跳声 我想你是这个世界上 最后一个和我通话的人了 我不知道你要自杀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 我还不确定我该不该感到荣幸 不过我敢肯定的是 你今天不应该跳下去 第一 如果你现在跳下去 那么算是我的失职 我辛辛苦苦经营了十多年的梦想 都会随着你的纵身一跃 化为乌有 所以 现在 请你向后退一大步 听一听 你不应该跳下去的第二个原因 如果你害我丢了工作 起码让我知道为什么吧 我可不可以听听你的故事 也许不光能救你 还能救某些和你相似的人 我已经输了 输得一干二净 好 别激动 你觉得 怎么算输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你的生活 将在痛苦和自责中中而复始 把这个世界所有的幸福都与你无关 这就是输 难道你现在站在那里 是让那些爱你的亲人 朋友都因为你输了 而一起输了吗 你觉得 你觉得 人生是什么 是 游戏 人和人 都是游戏 好 很好 那 你敢不敢和我玩一场游戏 游戏 你向后退 退三步 好好想想 不 他愿意你这么做吗 他 他和你的故事 我们都想听 说出来吧 至少让我知道 这个男人值不值得你这样做 当然 也可能是这个女人 他对我那么好 为什么 为什么世界会编织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世界会编织现在这个样子 你爱他吗 你爱他吗 爱他哪一点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我们无法释怀 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爱对方 而是因为 我们太在乎曾经的付出 太舍不得做出过的牺牲 太 你爱过吗 我 没爱过 如果你爱过 如果你爱过 你就会知道 爱 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你经常会想起你和他的初见 你觉得那是太神奇的事情 你会想 如果那天你在家里 或者你去看电影了 或者你去了书店 再或者 你挽去了你们相遇的地方十分钟 那么你们就可能彼此错过 但是 恰恰就在那时 那地碰到其他 所以你认为 他是你的真命天子 是唯一 对不对 对 我们就是在初见认识的 好尴尬 不过没关系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认为他就是Mr.Rub 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也可能只是个插曲 是你去的电影院 是咖啡馆 是你晚到了那十分钟 你真正的邂逅 可能就在这一切之后 就在楼下 等着你去发现 我已经被掏空了灵魂 没有人希望 这就是命 你相信命 你相信 你相信你是跳楼死的命 你能想象自己从楼顶做出自由落体运动后的惨状吗 血浅当场 血浅当场 骨骼紧碎 红色和白色 空了 真的 两天 你给我两天时间 我帮你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也得自己两天时间 好好想想 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还有什么人 还有什么事 值得你去留恋 留恋 不行 我得问问关天子该怎么办 转身吧 向后退 最讨厌下雨天了 最讨厌下雨天了 快下去吧 要是被雷劈到了 那可就不算自杀了 也许故事 应该结束在她开始的地方 我可以帮你 明天打给你 车里吧 快点的 老是 别让啊 注意吧 三 给你的 真是个神事 走 你说她明天会打电话来吗 她走到这一步 肯定经历了很多事情 今天能打电话进来 证明她有倾诉的欲望 明天她一定还会有话要说 你怎么知道她有一个她呢 很简单啊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她 你的那个她是谁啊 说到我的痛处 她还说她讨厌下雨天 有 这个女孩吧 平时肯定是 我想想这么形容 小情小感 有这个词吧 有有有有 所以呢 她一冲动选择自杀的时候 可能会做出一些仪式性的举动 比如到一个有意义的地方 再比如换上一身白衣服什么的 你太神了 你怎么知道她要跳楼啊 我是说着玩的 这样 那明天你打算怎么办啊 将近休息 或者将东西也不错 哎呀希望她能坚强点 一定会的 她不是说明天继续找你聊天吗 嗯 已经是今天了 今天我一定要彻底拯救她 去吧 不错啊 不管怎么说 这次处女修啊 还是很成功的 祝贺你 军奖章有我的一半 也有你的一半 军功张拉笨蛋 理会精神 嗯 小样 小样 有了对象就忘了爹 我倒是要看看你什么时候能想起我来 哇靠 我有件重要的事忘了 喂 咱呢 K furnace 差点把你给忘了 哎 怎么回事 你干什么去了 这什么呀 关天子送的魔斗啊 什么 就是一种可以长得 很长很长的漫腾痘痘 然后呢顺着漫腾啊 爬呀爬呀爬 爬到天上去 哦 然后关天子呢 就在那里等你 是吧 幼稚 一点情绪都没有 快 给朕打伞 好嘞 走喽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人 一天到晚会惊所愧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人 生来一副铁石心肠啊 我今天给关天子打电话了 什么情况 战线 也没有回电话 我觉得吧 你俩还是有希望的 怎么说 他不是送你魔斗了吗 一般女孩子 如果愿意跟你长期 共同经营你一件事 就像 就像那个什么秀 十字秀 对 一起做十字秀 还有做魔斗啊什么的 那就表明 他想跟你合作一件事 并且得到一个结果 所以啊 他对你有好感 真的啊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 是 我靠 你们敢把我关起来 是怕您在直播间的时候 我们有压迫感 压迫感 你们讨厌我是不是 我告诉你们 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也没那么古板 我很平易近人 而且很风趣 但是我当了太长之后 就不能再这么风趣了 绝对不行 因为 受到传媒的感染力 出了岔子 那可谁都担不起 所以我就不能犯错 我要做得十全十美 这才是压迫感 懂吗 这个压迫感 把我自己变成了梦魇 不不不 潘台 您不是那样的 您 是个很不错的梦魇 是吗 是吗 那什么 今天你们两个表现都不错 再厉再厉 慢点 好好准备命令 不对 是今天的节目 我再跟你算着 这一天过得 像放电影一样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老爸 经常那样吗 哪样啊 又刚才那样 其实也不是 平时吧 他还是挺和谐的 你老爸 经常那样吗 来 你啥时候去见你老爸呀 你别问我这些好不好 说正经的 怎么说 他也是你亲身父子 拜托 我长得那么大都没见过他 但是 血脉是解不断的 可是他从来都没有经过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呢 好男人 好男人 还是有的 就比如说 想我这样的 你 你刚刚才因为我背叛的你老爸 不是 那个 不是 那不是一回事 我刚才是 那 喂 我也问你个问题呗 说 你老爸 为什么总跟着咱俩 啊 是什么 把曼妮送回去以后你再回家啊 听见没有 知道了 哎哎 下雨了你就走了 完了 完了完了 全完了 这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怎么了 我爸呀一定以为咱们俩搞对象呢 他 你怎么配得上我 我配不上你 你配不上我吧 走了 上次随着 哎 哎 你也走了 给你散啊 你要相信 你爸永远不会嫌弃你 哪怕你是世界上最熏的孩子 吃啊 我最后一位 我準備好了 我先拿到一边 我先拿到了 我现在拿到一边 我需要强热 我现在要拿下 我先拿到一边 你拿到一边 我拿到一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假的 肯定是假的 他把咱们电台工作当成什么了 简直就是当儿戏了 再说 我们台里又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每次还不都是虚惊一场 我们都把咱们打开 我们都把咱们打开 别闹了 快过来帮忙 这么深沉呢 我玩几孤独 我要把这个读出来啊 这什么呀 这什么呀 这个 钢丝录音带 这里边录的什么呀 我妈和她的故事呀 谁 你怎么那么笨呢 那个二十三年我没有见过的人 那这是谁给你的呀 我妈给我的 我妈就是听了这些带子 才一心想让我去见见那个男人 我想听听 看看这里边究竟有什么魔力 或许可以给我些灵感 帮昨晚那个女孩走出来吧 怎么啦 磁带坏了呀 不是 我看看 可能时间太久了 这机器有点问题了吧 那怎么办呀 哎呀 藏了 藏了 曼迪 我在想 有个女孩 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不贩卖痛苦 我们要的是帮助 不管真假与逢 我们首先应该做到人 应该有的人性 来 看看吧 什么呀 这是当年听众啊 给你爸的来信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 我是她女儿的 从你一进台里的时候啊 就知道了 千贵 那你是一直在看我笑话是吗 不是 我一提到她你就生气 我这不是一直在找合适的时机吗 曼迪 她和你妈到底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老爸告诉我 她是日光清晨的创始人 自从你妈去了美国之后 她就再也没有主持过节目了 我们就这样 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主持人了 曼迪 你看看啊 也许 你爸爸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 相信我 看看呀 这是别人的私人信件 我们有权利打开吧 人命关天 你们老人家还是看看吧 再说吧 三分钟 保持通话三分钟 咱们的技术人员小五 就能锁定他的位置 好 我先走了 太长 您不留下来看看 我还是走吧 免得给你们带来压迫感 干活 好 好 谢谢 好 你好 你在吗 我在猜想 你还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 还差一点 我能帮什么忙吗 你只要听我说就可以了 继续 稳住 我听着 一字不漏的 你说吧 你放心 今天 我不会死 我是来说故事的 我们就是在前面的书店相识的 那是两年前的今天 那是两年 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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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一刻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什么是缘分 我很羡慕你 这样的邂逅 并不是谁都可以遇到的 我们的爱情 诞生在读完一本书的时间里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已经看过了内容提要 它是一本不适合你的书 可我已经成了书中的角色 我已经走不出来了 找到了 在这儿 我去找她 继续通话 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不光是她一本书的女主角 在你的父母 你的朋友心中 你是永远不变的女一号 可我真是伤害她们最深的人 这就是我的故事 最真的感情 你有多久没有回家看看爸妈了 我回不去了 我回不去了 那是你以为 你以为你的父母不会原谅你 可是不管你做了什么 或者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你都无法改变 他们是你父母的事实 你是他们血脉的传承 是他们爱的见证 他们是比你还要爱你的人 他们是比你还要爱你的人 其实 我从生下来 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 以前 我一直以为 是他抛弃了我和母亲 可昨天 我看到了父亲当年的信件 他和我一样 是个电台主持人 二十三年前 他就坐在我现在坐的地方 帮助过和你一样的女孩 我突然感觉到 他是一个 和我想象中非常不同的人 你的男人 父母和朋友 也都有自己的另一面 你转个方向看看 或许他们眼中 并没有背叛 失落和愤怒 你们 只是遇到了一个 共同的障碍 却不肯转身 其实很简单 绕过去就好了 我们的生活 都不知一面 所以 我们都是走了太远的人 该转身了 该转身了 你别急 好好想一想 闭上眼睛 然后 慢慢地转身看看 爱你的人 也许就在你的身后 也许就在你的身后 怎么回事 怎么挂了 我出什么事啊 还能长得寒吗 不行 关机了 天子 天子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我也听到广播 我绝对是这儿 就跑来看看了 记住电话 喂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不拖一会儿啊 她突然挂了电话 再找找看 不过我想她今晚 不会出事 没事 你肯定没事吗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挂了啊 天子 你去找到那边 我找这边 喂 怎么了 没人了 你要相信曼迪啊 而且我觉得那女孩 今晚很安全 我要是再快点就好 就差那么一点 其实曼迪 是个很好的主持人 她的很多话都很感动我 也许也能说到 那个女孩的心里 好 好了别难过了 尽力了 你明天就走了 和男朋友 有曼迪接我的班 我就放心了 放心 曼迪要是再拖一会儿 说不定就能找到那女孩了 她能出其之甚 但是稳扎稳达 还得靠你 其实曼迪很不错啊 心地善良聪明 英文也好 就是有点小脾气 英语是她的母语 再说她那是有点小脾气 你这人怎么跟小孩似的 越是喜欢谁就越是欺负谁 我能看出来 你喜欢曼迪 你们俩挺合适的 我 真的 我怎么会喜欢她呢 我没说我喜欢她呀 你就自己还不知道 好 好 我喜欢她 我明天就向她表白 好吧 我们俩后天就结婚 其实我 看 留心 快许愿 许的什么愿 说出来就不灵了 那我能问 是给谁许愿吗 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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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一个男人呢 你 就是个傻男孩 傻男 傻也什么不好 放她哪儿都放心 明天 还是我送你吧 又太远了 有男朋友和你一块走 就不要我这打打 他不走 我自己走 那还是我送你吧 都说不用了 回吧 祝你幸福 我要是再快点的话 也许就能找到那女孩了 你已经尽力了 很多事情 都是我们能力之外的 你说 他怎么就会想不开呢 人和人太不一样了 是啊 甚至 都无法了解自己啊 明天怎么办 他还会打电话吗 不知道 不过 他今天讲了一个故事 明天我也想还他一个故事 你有什么故事 就看那两盘袋子了呀 对了 我知道一家老店 也许啊 能修那个老实录音机 是吗 那你明天跟我一块去看看吧 我今天见到关天子了 他也听了广播 也在找那个自杀的女孩 你说要是关天子坐在话筒前 会不会已经救下那个女孩了 别瞎想 你是最棒的DJ 谢谢你 曼迪啊 我怎么才能确定一个女孩 是不是喜欢我呢 问她呀 那你喜欢我吗 喜欢呀 喜欢我哪一点 我喜欢你 离我远一点 好 大家好 我是关天子 欢迎您收听今晚的 日光清晨 一天的光音 划分为几个时段 哪一个是你的最爱 如果 是我被问到这个问题 答案将是不加思索的 夜晚 有时候 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来看问题 需要反过来走走 换用左手 再踢右手 吃饭 写字 开门握手 拿起小说翻到最后 直接先看结局再说 我呢 有的时候 甚至换个声音和自己对话 给自己一些新鲜感 给自己 另一个试点 你会发觉 你会发觉 生活 其实很美好 游戏 任何人 都是游戏 生活 都是游戏 其实很美好 游戏 人和人 都是游戏 游戏 其实很美好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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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游戏 游戏 紅 游戏 哎呀 天子 天子 你在里边吧 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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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好 小姐 请进去需要什么 修一下这个 钢丝录音机啊 老板 老板 您这能修钢丝录音机吗 老板 您这能修钢丝录音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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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能修钢丝录音机 喂 你跑哪儿去了 别说那么多了 听着 关店子很有可能就是要自杀的女屯 你看上茶茶店在街里什么的 有没有他夫妇的电话 什么 怎么回事 别问了 赶快照我叔叔去办 喂 爱 喂 大爷 我还有急事先走了 东西晚上再回来拿 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好 好 都能问的人全都问了 没人知道 全都问了吗 全都问了 他平时爱去的地方 你们都去过了 都去了 没有 找到没有 那你们现在在ang風 真的是you Bijan 潘家佑 你冷静点 大家都在想办法 你确认是关天子吗 身影对比分毫不差 而且 而且从关天子留下的东西中 找到女孩说的那本书了 昨天我见到她的时候 就感觉跟平时不太一样 她昨天就在那儿 我怎么就 这样 现在既然联系不上关天子 那咱们就 是不是应该在广播中加个通告 动员所有的力量来寻找 当然要通报了 否则那怎么办呢 不 我不建议通报 现在不是互动的时候 大家好好想想 像关天子此刻这样心态的人 自杀前一定是想把所有的心愿 都了结了的 她在节目工作过 又通过这个节目 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我坚信 就算她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也一定会在节目结束之后 另外 她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如果我们现在通报出去 很有可能刺激到她 提前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所以我们的重点 要放在今晚的节目上 好 就怎么办 走 来 现在有消息吗 爸爸您尽快帮我联系一下 爸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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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śmy 大家都还等着你呢 如果我救不了他怎么办 你一定能救下他的 他是你的呀 曼妮 我很害怕 我害怕我自己救不了他 我害怕我自己会犯错误 我知道我这个时候不应该害怕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我懂 因为你很在乎他 调哥 他需要人帮助 你有这个能力 一定要相信自己 他还等着看你的魔兜发芽呢 我的天啊 等下 我的天啊 他还不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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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鼓起勇气 想对女孩做最后的挽留 可看到她已经有的幸福 我以为我安静地走开就是成全她最大的快乐 我错了 我又错了 当我有机会再见到她的时候 当我有机会留住她的时候 我竟然没有发现她其实并不快乐 我居然还跟她赌气 我居然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有些话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 也许 也许你一直没有注意到我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一直还有一个人在等你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你进了什么 不管你在哪里 你不要 你不要放弃我 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什么都不太少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我回来了 我知道你一定在听 下面是我要送给你的故事 今天是1986年8月23日 您现在收听的是 文艺网播电台的 午夜档节目 日光清晨 我是节目主持人戴凡君 听众刘晓鱼来信说 他想给爱人君 点一首歌 点一首李玲玉的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他说 尽管点了这首歌 但是他不能欣赏我 其实这个君 就是我 刘晓鱼 他是我的爱人 他离开了我 去了美国 我知道 他离开我的原因 是因为我心中 还有另一个他 这个人 就是在一次意外中 为了救我的生命 而永远离开的 一个女孩子 他 是 能不能欣赏我 贝你 你 我 我 我 他 我 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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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来今天是我们文艺台主持人大集合 既有第一任主持人戴凡君 又有最新主持人曼迪 还有我这个最差的主持人佳佑 下面我们请出人气最高的主持人 观天子 折磨着你的无非是曾经拥有过的美好 我有很多的朋友失恋之后哭着向我抱怨说 自己为对方付出了很多 换来的却是伤害 但请想想 你用心为对方做每件事的时候的表情和心情 我敢说 你当初一定是微笑着 心甘情愿的甚至是快乐的 这就是爱啊 爱是一种享受 即使痛苦 也会觉得幸福 爱是一种体会 即使心碎 也会觉得甜蜜 爱是一种经历 即使破碎 也会觉得美丽 伤口是别人给予的耻辱 自己坚持的幻觉 有时候 你留恋着一个心中的影子 遗忘了身边最真实的温暖 因为寂寞而错爱 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 我想对所有人说的是 好好珍惜身边的人 不要忽略他们 虽然现在面前有阴影 但别怕 因为背后有阳光 温暖并不遥远 仅仅是一个转身的距离 大家都在等你 你回头就看得见 对 长得好看 对 老李 人家是从美国读的大学 不管是身材啊 相貌啊 还有学历 样样都好 对 对 对 我告诉你老李啊 他跟你们家一打听般配的 你这就不对了啊 老李 你不要美国媳妇 我告诉你 你这可是种族歧视你知道吗 这个死老李 满地啊 我心里真的只有 我们关天他一个人 我希望我们以后还是好姐姐妹啊 不不 是姐弟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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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那么多多话题 我老不告诉你了 你一直把你当哥了啊 啊 你一直 你一直在说话题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一直在说话题 我爱你 我爱你 你怎么没说地方啊 肯定啊 又是在笑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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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